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年8月 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 我到甘肃采访 我想 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 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 没有很好的收集资料 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 到甘肃后 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 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 这些单位比较开放 可以任意查阅 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 在甘肃期间 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 介绍了一些情况 林田告诉我 饿死人最多的通卫线在定西地区 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逃工程 也在定西地区 申尊敬回来后 问我到哪里去采访 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 这次采访回来后 我发表了水的故事 洋育经济 定西思路 等五六篇稿件 其实这些稿件 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 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 最主要的收获 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 我回到北京 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 西北局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 是接盖子的会 这个会上的文件 简报 发言集中反映 甘肃1958至1960年的情况 可惜我没有找到 接后的研究者 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 东部干旱少水 十分贫困 和西三走廊一带 则靠祁连山的雪水 比较富裕 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 这里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也发生了严重的激进 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 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 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 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 接着浮夸风 共产风 虾指挥风盛行 出现饥荒时 又把粮食问题 当成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 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 反满产私分 大批农民惨遭摧残 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 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1958年 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 春节刚过 甘肃省就举行了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 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 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 还喜欢用指挥军队的办法 来指挥地方工作 2月9日 他做了《谷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越境,再越境》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 他以70%的篇幅谈整风运动 他高兴地谈到 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 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变论以来 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 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 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 有13000多个社的大编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 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 有200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的而颇有成就感的说出的这些数字 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 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 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 越近再越近 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 他自己觉得这是高明之举 张仲良说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 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才、陈成毅、梁大军为首的反党集团 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变清了两条道路 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 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 河南揪出了潘、杨、王反党集团 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建民、王卓卢反党集团 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珍、魏金水为首的反党集团 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生为首的反党集团 浙江省揪出了沙、杨、鹏反党集团 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凯帆、刘秀山反党集团 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 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 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 孙良陈反党集团却认为 我们的工作一团糟,金不如稀 他们不承认1956年粮食增产26亿斤的事实 反说这是省委谎暴成绩 孙电财视察银川 吴中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 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 攻击社会主义 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杨入社的问题上 孙电财、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 是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 在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 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 党外人士说杨入社是二次图改 他们就说杨入社已不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 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 赴农利益的反动主张 在修水利问题上 党外人士说这是骑士皇莫民 他们则说500万亩水利是600条人命换来的 梁大军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 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 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争购任务 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 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 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 在他们的支持下 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 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 在我们党内出现孙良陈返党集团 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应 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应 说到这里 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诱倾思想的同志 他说 几年来 孙良陈返党集团 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 维护资本主义道路 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的 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 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 在群众路线问题上 一直同党进行着斗争 党内一些有严重诱倾思想的同志 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 大讲阶级斗争 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 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他批评党内诱倾思想严重 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 把许多敌我矛盾 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 张仲良郑重地提起 党内有严重诱倾思想的同志主义 孙良陈反党集团 及其他反党 反社会主义分子 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 是有严重诱倾思想的人 严重诱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 这是十分危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 他说 长期以来 在甘肃省党内外 游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 彭扶超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 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 孙良陈反党集团 一直就持这种论调 这种论调 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 主要思想障碍 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 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 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 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 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 我们共产党人 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 向前看 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 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 向后看 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 在那时 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 就是积极面 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 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安行 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 这个小马安行 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 在1956年 由于党内外批探了右倾保守思想 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 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 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 开始泄了戒 省委提出了 修300万亩水地的任务分布下去 减到250万亩分布下去 减到150万亩还是分布下去 最后定为130万亩 但是到了9月底 只完成了102万亩 这次整风运动 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 又把干劲鼓起来了 4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多万亩 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 张仲良说 1956年生产大高潮之后 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 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 因此 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 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 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不断地进行革命 张仲良认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比右派分子更恶毒 更危险 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 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 在这种气氛下 干部有七个不敢讲 不敢讲实际情况 不敢讲饿死人 不敢讲争购指标高 不敢讲完不成任务 不敢讲离省比甘肃强 不敢讲客观条件 不敢讲调动工作 甘肃省的大跃进 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 张仲良参加庐山会议 由省委副书记霍韦德在家主持工作 7月15日 霍韦德召集在兰州的省委常委开会 讨论安排群众生活问题 并以中共甘肃省委名义 向中央写了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 报告指出 经过认真检查 甘肃粮食问题确实很严重 严重缺粮的七个县市 即武威 民勤 通卫 陆西 民县 静宁等县和张业市 这个报告还说 严重缺粮的地区 人均一般吃不到半斤粮 因缺粮和腹肿致死的现象 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现象 已严重存在 但不久 这份报告在中共中央庐山会议上 被认定是为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提供炮弹 此话出自甘肃省治 大事记 张仲良从庐山回来以后 联系到甘肃的马鞍行 把霍维德 宋良成 打成了右倾反党集团 地 县 也有代表人物 通卫县委书记 习道龙 给霍维德提供材料 包括死人的问题 也被说成是 是向庐山送子弹 发毒箭 在庐山会议之后的 反右倾运动中 全省大批判 持不同意见的人 说真话的人 都受到残酷斗争 无情打击 从1957年下半年 到1960年三年时间内 就批判了19万多人 其中 托产干部4万多人 仅1959年 反右倾运动中 受到重点批判斗争的 托产干部 就有11000多人 其中 高级干部151人 二届省委委员 候补委员47人中 有11人受到批判处分 省委常委内 除少数没有受到批判 或批评以外 其他都没有幸免 张忠良反右倾大获全胜 9月11日 给中共中央送上了好消息 自从传达 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 五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 变化很大 粮食问题也是如此 目前全省夏田土变丰收 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 秋田生长很好 丰收再往 夏良争购工作进展已迅速 争取9月底 全部完成争购任务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 让中共中央给省委回信 肯定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粮食齐缺 大批人饿死 张忠良提出了一系列 扩大党内政治斗争的主张 党内斗争频繁尖锐 正式反映了 甘肃更穷更白 落后势力强大的特点 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比右派更恶毒 更危险 不管敌我问题 思想问题 都是白旗 统统都要扯下来 等等 这些主张造成了 一个又一个冤案 张忠良的这些主张 不全是他的创造 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 甘肃省的省级单位 行政19级以上干部 讨论这个会议的文件时 省委办公厅一位执行者发言说 省委派人向中共中央书记处 汇报甘肃反右倾问题时 书记处一位领导人问 甘肃党内斗争 为什么如此频繁尖锐 这是因为甘肃的跃进幅度大 落后势力强 还说甘肃反右倾反得好 量大至高 马列主义水平高 1959年以来 朱德 陈云 邓小平 谭振林等中央领导人 都到过甘肃 他们在视察中 对甘肃的工作池肯定态度 批判霍韦德 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的 甘肃省的反右倾斗争 制造了不少假案 冤案 天水地区就是一例 1961年1月5日 中央监委副书记 前营主持的中央工作组 向中共中央做了 关于甘肃省天水地区 反右倾斗争中 大批干部 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的报告 报告说 1959年中 天水地区的反右倾斗争 发生了严重的混乱 某些坏分子 窜夺了党的领导 乱斗乱补了 大批干部和群众 并且捕风捉影 捏造材料 制造了大量假案 陷害好人 这种混乱局面 一直持续到 1960年4月才停止 据统计 全地区 共搞了103个反革命集团 集团成员 达700多人 齐安县委 第一书记 与文荣为首的 反革命集团 其成员达103人 后经查明 这些集团全是假的 我们从镇元县 许国和张万寿 反革命集团案 可以看到这些假案的 规模和后果 二 许国和张万寿 反革命集团 百年潮杂志 于1999年第四期 发表了中共镇元县 为党史办公事 写的文章 大跃进期间的镇元月案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我在这里摘要引用 镇元县 曾是闪干宁边区 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 1949年以后 属平粮地区 实行统购统销以来 年年都征购过头粮 1954年 实际征购粮 占总产量的30.5% 当年回销粮食 占购粮数的27.1% 1955年受灾减产 仍征购了22.9%的粮食 当年回销粮 为购粮数的106.3% 1956年收成较好 但完成征购后 当年回销粮 仍占购粮数的43.6% 1957年 大旱将近200天 加上冻 薄 虫灾 粮食减产4至5成 平均亩产只有82斤 县里 趴向上级交不了拆 需报为亩产95斤 后又被加码到115斤 并据此定下征购任务 结果 当年回销粮 3300多万斤 为购粮数的130.3% 1958年 因大部分劳力 被抽掉去大链钢铁 大搞水利 封产没丰收 当年回销粮食 仍占到购粮数的75.6% 由于年年都征购过头粮 农民家中毫无储备 经常轻狂不接 农民不得不乱找代食品 吃木须杆 杨玉曼 棉棚子 骨一子 乔麦一等 服种 中毒 死亡现象 不断发生 县政府一面派干部下乡 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一面向上级报告灾情 县长许国和 副县长张万寿 还以个人名义 向省 地领导机关 写了报告 省 地领导 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也多次到镇源县 调查了解情况 1958年1月 平良专属 副专员贺玉清 带领工作组来镇源检查生产救灾工作 针对许多居乡已经出现的饿死人现象 决定还没有完成的100万斤购粮任务停止入库 以稳定局面 安定人心 贺玉清还批判了虚报冒进的做法 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958年5月14日 省委常委 新任平良地委第一书记李正廷 副书记鲁健 专员崔士郡等 率领20多名干部 到镇源县的屯宇 临京 开边 销金等居乡 调查了解群众缺粮情况后 报请省委批准 拨给供应粮食指标1800万斤 线上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做了安排 但是 由于地委领导在三干会上强调 镇源的粮食问题 根本原因是 反革命在作怪 要彻底追查反革命的破坏 于是 粮食问题便成为 制造一起重大反革命集团案的主要起因 1958年7月 平良的委派出 以副书记潘幻杰 检察长胡立新为首的工作组 进驻镇源县 从粮食问题入手 发动群众大明 大放 大字报 大辩论 把白旗 把右倾 反满产私分 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 寻找 寻找镇源落后的根子 搞起了所谓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 工作组负责人 一到镇源县 就夺了县委 县人委的一切权利 县级领导人都被派到农村工作 同时 让县里的 公 简 法和署办公 在7月初召开的 县人代大会上 潘幻杰点名批判大会 执行主席许国和 并把镇源的过去 一概否定 说镇源县解放前 地处敌我短兵相接的 斗争前线 反革命势力相当雄厚 解放后土改 镇反 社会主义改造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都急不彻底 农村两条道路 辩论不深不透 干部队伍严重不纯 不少政治不纯分子 和反革命分子 混入党内 爬上了各种不同的 领导岗位 甚至还说 镇源县是一个 反革命的大本营 所谓的政治大革命运动 成了全面打击 迫害干部群众的运动 就在这次人代大会上 工作组负责人 以右倾保守 地方主义等罪名 对许国和张万寿 进行了批判斗争 并宣布免去其县长 副县长职务 7月下旬至8月中旬 召开的 中共镇源县三届一次 代表大会 会期14天中 就以9天时间 批判许国和 张万寿 穆宗前 范学安等县 相领导干部30多名 会上被批判 并撤销职务的 农业社干部达400多名 潘焕杰在会上说 许国和的问题很严重 他认为购量任务太重了 供应指标太少了 这是政治问题 给许 张等戴上了 右倾机会主义 右倾反党集团的帽子 并撤销了 穆宗前的县委常委 和副县长职务 开除了1937年入党的 县民政科长 刘兹的党籍 工作组负责人认为 县人委完全变质 成了反革命的中心据点 县委的干部 绝大多数都有问题 县公检法干部和警察 都不可相信 于是 让他们统统靠边站 连他们的亲属 也不得倖免 许国和的妻子王龙 是镇原县委副书记 当时正在身为党校学习 被勒令回县 批斗数月 还逼着他与许离婚 许的岳父王子后 是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 中共镇原县党组织的创建者 陕甘宁边区树立的英雄模范 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 也被揪回批斗 并被撤销了五兜行属专员的职务 许的大哥许国福 二哥许国才 军系农民 五弟许国志 党员干部 弟媳李喜梅等 都被无故株连 遭到批斗关押 许国才死于狱中 许国和70多岁的老母亲 也被批斗 以至一度精神失常 许的年仅6岁的孩子 被赶出县委家属院 寒冬腊月 流落街头 被好心的市民贺老汉 收留到他家赞助 才得幸存 集团的其他成员 也都是一人株连一大片 在农村 工作组则以右倾保守 思想欠收 否定大跃进 替富裕中农叫嚣 反对粮食政策 煽动闹事等 莫须有的罪名 批斗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 全县50%以上的农业社干部 被批判斗争 许多农民这个时候 也被戴上资本主义 冒奸人物等大帽子 遭到非法搜查 打骂捆绑 一时间到处一片恐怖景象 工作组负责人 仍不罢休 又提出要出几百万张大字报 进行全民大辩论 大揭发 开展拔白旗运动 规定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工 每人每天写100张大字报 中学学生 每人每天写50张大字报 内容还不准重复 于是 人人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 没什么可写 就挖公辛斯的胡编凑数 思想不纯的人 则成绩捏造事实 陷害好人 随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批判 许 张等人的问题 升级为右派分子 反革命 9月中旬 更刮起了所谓红色台风 把问题上 刚为许国和 张万寿 反革命集团 县委每天都召开广播大会 宣讲许张的反革命罪行 潘焕杰在一次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现在马上要着手排出反革命集团名单 名单要多排 不断地排 随即开始大逮捕 据地委工作组10月2日的 镇原县两个月工作情况报告反映 已贴出大字报500多万张 插红旗2万多 拔白旗870多名 打击阶级敌人2000多人 其中逮捕了1041人 至10月20日 逮捕人数又增至1096人 大逮捕时 全县分为五个片 每片派一名工作组成员 或县委常委担任工作组长 随身携带盖好印章的逮捕证 随时填写 随地捕人 一次 工作组负责人在先锋农业社 听到群众反应没粮吃 请求供应回销粮 即指示随从人员 把反应问题的人铭记下来 立即召开群众大会 一下子就逮捕了48人 其中有一地主成分的人 同村里一个贫农社员 同姓同名 在捕人大会上 叫到这个名字时 那名贫农社员 应声先站了起来 结果就被逮捕 不久即死于狱中 另一次 工作组负责人 和县委一副书记 到马区一带下乡 几天时间就抓了200多人 还用麻绳把人串起来 一串一串地往线上拉 10月22日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来到镇元县 听取了潘焕杰 对当时镇元县情况的口头汇报后 竟然立即表态 事不宜迟 实则有变 立即逮捕 一网打尽 当晚 他们便从平梁 京川调来了 公检法干部和公安部队 24日 县城戒严 到处架起机枪 如临大敌 然后 分三批 逮捕了许国和张万寿等县 涉干部169名 10月31日 省委批准将此案定性为 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案 全县被定为案内成员 和寿株联的1650人 其中逮捕判刑的1503人 后死于狱中333人 管制147人 前后受到批判斗争的 有3000多人 被定为许 张反革命集团成员 而逮捕关押的人 受到严重的人身摧残 逮捕时压倒在地 麻省五花大绑 像捆柴一样 用脚灯踩柔捆 有的当场就被捆得昏死过去 有的造成终身残废 许国和张万寿入狱后 专门给带上20多斤重的特质镣铐 并采用各种酷刑进行折磨 张万寿因认罪态度不好 还给带上骑马靠 就是从当下把两手靠上 站不起 蹲不下 几天几夜疼痛难忍 喊叫声惨不忍闻 冤案的制造者 不仅把矛头对准镇源县的广大干部 而且对于在镇源县粮食问题上 说过公道化的省地干部 如平良地委第一书记薛成 专员崔世俊 省委副书记霍维德 省委财贸部长张天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思虹等 也都进行了批判 镇源县的历任县委书记 县长也都被集中回县进行检讨 接受批判 三十年代曾任国民党镇源县县长的 邹建民 在红军元西军驻防阵员时 曾与刘伯成 张浩 李达 宋任琼 罗炳辉等红军将领友好合作 对支援红军有过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走在陕西宝基任职 肃反运动中 刘伯成 李达等证明 他是民主人士 他与许国和张万寿 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有见过面 却被定为许 张反革命集团成员 从宝基押回镇源 判处死刑 未及批准执行 就死在狱中 解放战争时期 参加起义的董奇武部下团长穆建夫 1958年在家养病 也被定为许张集团成员 逮捕关押 惨死狱中 他死前在狱中哭诉 早至今日 何必当初 共产党自食其言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 和组织大革命运动 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 上面一言堂 下面随风倒 谁也不敢再说实话 报真情 自然也就顺利地 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 两个月时间内 就将全县87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合并成为10个人民公社 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全县抽调7万劳力 占总劳力数的72.5% 到华庭等地大连钢铁 在农村开展收缴废铁运动时 提出交一把绝头 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 藏一个铁钉 就是藏一个反革命 把群众家中凡是铁的东西 从饭锅已治妇女的头发卡子 统统收缴了 大连钢铁之后 紧接着又集中8万多劳力 占总劳力的83% 大搞农田水利建设 口号是 斩断三河 水上五元 大战百日 完成五渠三池一库 打井十万岩 挖角8600个 实现井较星罗旗步化 与此同时 又提出几个大办 并很快宣布实现了万场线 七天扫除文盲 办起了七百所大学等等 当时 各地静香放卫星 牛皮 越吹越大 什么千斤香 千斤舍 万斤川 万斤圆 身番地十五尺 母施肥二百万斤 母下子一百八十斤 母产粮四十万斤 更易于十三 即更种一年 所产粮食 够吃十四年 等名堂 都出笼了 以至于把一九五八年全线的粮食母产 确定为比上年的食产番两番 与此同时 还大刮共产风 提出有饭大家吃 有衣大家穿 有钱大家食 有债大家还 劳动不计功 分配平均摊等口号 愿意平掉劳力 土地 牲畜 家禽 农具 房屋 树木 生活日用品等 有的地方 甚至连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 都平掉去了 如此大跃进 弄得群众苦不堪言 生活越来越艰难 广大农民群众 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迫害 经济上被肆意掠夺 生产积极性 严重挫伤 据一九六一年统计 一九五八年以来 全线人口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六千七百零八人 根据县委在马区公社三个大队的调查 三年死亡人数 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 由于人口死亡和逃荒外流 使全线劳动力 由一九五七年的十二点八万 减少到一九六一年的十点三万 三年多时间减少了百分之十八点八 同期 全线牲畜减少了四千三百四十六头 存活的也都瘦肉不堪 其实 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纯系子虚乌有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 平良地委向省委报送了 关于平反此案的报告 省委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 批复同意地委的报告和结论 但是 由于当时的甄别平反工作 仍在某些冤案制造者的参与主持下进行 大部分问题只做了内部纠正 为公开平反 而且结论材料 还都不同程度地留了尾巴 尽管大多数冤狱的干部安排了工作 但不少人使用不当 继续含冤首屈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济阳地委协同阵员县委 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 甘肃省委发出 为此案彻底平反的通知 指出 所谓许国和张万寿反革命集团 是根本不存在的 纯属一起重打约案 三 共产风一波高一波 甘肃省的共产风凉起两落 第一次是1958年秋 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 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 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武风的措施 两次郑州会议 甘肃省搞全民算账 清理退赔 1959年9月以后 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 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 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 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 要求公社一级经济 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 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甘肃省定西地区在1959年秋后 再度刮起的共产风 由以下形式 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 大半农牧场 无偿平掉土地 劳动力 储力 农西县北寨公社板 农场就从生产队 无偿拿走土地2700亩 牲畜132头 羊2000多只 猪150头 借机关大办粮食为名 机关 学校 任意平掉农民土地 林桃县城关公社东街生产队 共有426亩水地 被机关调走了311亩 借大岗千头牛场 万头猪场为名 猪 牛 一律无偿集中 造成大量死亡 荣西县的社队办的猪场 猪的死亡率达80%以上 借基建征地为名 多占地 占好地 林桃县及9个单位 以基建征地的名义 占用城关公社土地92.5亩 分文卫富 借大岗协作为名 不分你我 乱调劳动力 公分不清理 借调整耕作区为名 队与队之间 无偿调拨土地 借帮公社修办公室为名 无偿使用生产队的劳动力和建筑材料 借公社搞储备粮为名 无偿调拨生产队的粮食 共产风 磋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使得土地荒芜 粮食产量下降 农民十分恐慌 1960年春天 静远县城关公社东关林生产队 听说公社要吊骆驼 就把40多封骆驼提前杀了吃了 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扮养猪肠 就把40多头大小猪 全都杀了吃了 敦煌县1958年 全县办成一个人民公社 县干部想快一点 过渡到公社一级所有制 1958年 想把生产队的阳三年内 变为公社所有 采取了三 二 五的办法 即公社调走30% 大队调走20% 生产队留下50% 牛 马 鱼也上调不少 1959年夏季 按上面的要求退了回去 但感到公社经济来源 只剩下积累提成一项 农林木赴鱼都没有了 公社经济如此薄弱 共产主义因素怎么能发展起来 秋季正好赶上反右倾 成绩又把羊收上来了 当时按羊之总数的20%上调公社 在公社的影响下 各大队也凭掉生产队的财产 如大队斑牧场 调生产队的牲畜 结果集中到公社和大队的羊指 由于管理不善大批死亡 调上来的大牲畜也死亡不少 时任敦煌县委书记的马基英 在1960年底总结教训时说 如何对待共产主义 思想不明确 到底谁供谁的产 总认为要过度到共产主义 应当是公社共生产队的产 认为设有经济大 过度就快 快总比慢好 因此总是想从生产队上调 发展社有经济 郑州会议重新明确了所有制问题 强调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 公社 大队 生产队三级所有 以小队为基础 为的是从所有制上 制止共产风脉延 但是 甘肃省在1959年的 反右轻斗争中 批判过四级核算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作业组 很多干部为此挨了整 再加上多年的共产主义教育 在干部中形成了过度越快越好 全民所有制经济发展越多越好 因此 对三级所有 对为基础持怀疑态度 上面又督促公社大稿 公共事业 公共事业的资金和物资 从哪里来 只能从社员和生产队那里 一平二调 五威县 五威县永昌公社 沈渔大队 自然条件优越 本来是一个副队 1958年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刮得很猛 县 公社从生产队里 乱调劳动力 调牲畜 用生产队里的青砖石灰修发电站 生产大队把小队的牲畜集中喂养 各队之间 互调劳动力不计公分 修居民点 搞找器 拆了社员500多间房子 花费了25000多个工作日 15000元 收回社员自留羊 砍伐社员的自留数 等等 结果 集中起来的60多头小牲畜 只剩下三头 全生产队的牲畜 不到1958年秋天的一半 社员积极性不高 出力不足 生产下降 1958年平均母产250斤 1959年平均母产157斤 1960年只有63斤 1960年1月到7月 死亡141人 民进县新河公社西湖生产队 也是一个刮共产风 遭到严重破坏的生产队 这个队1958年初 共有381户 1787人 其中劳动力521个 耕地2850亩 这里本来是一个生活水平较高的队 1958年冬季 刮起了强劲的共产风 大搞一平二调 以建设办工厂 幼儿园 食堂 兴修水利 建新村等种种名义 无偿调走社员和生产小队的土地 房屋 劳动力 牲畜 钱 粮 草 料 农具 家具 结果 从1958年秋到1960年底 大牲扣有208头 减少到160头 羊有463只 减少到75只 原有猪78头 到1960年底 一头也没剩 大车有112辆 减少到56辆 1958年 粮食总产量54万斤 1960年 只有19万斤 1958年 社员每人平均收入32元 1960年 只有10元 4 荒唐的引陶工程 在粮食产量上搞浮夸 高指标 高增购 大阪人民公社 大阪食堂 刮武丰 关于武丰 请看本书第19章 这些甘肃省和其他省份 没有多大差别 甘肃省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引陶工程 引陶工程及武丰之大城 对促进甘肃省的饥荒 起了重要作用 2000年8月 我在临陶县和民县采访时 一些老干部介绍了不少 当年引陶工程的情况 后来 我又看到了 炎黄春秋 1993年第三期上 杨文宇的文章 使引陶工程的情况 更加清晰 下面所叙述的 让我在两线采访 得到的资料以外 都是出自这篇文章中的资料 引陶的出发点 是因为农中和农东 严重缺水 引陶之所以造成灾难 是因为用行政强制办法 去做没有能力做的事 左松堂说 笼中苦及甲天下 其所以苦 就是没有水 这里的年降雨量 平均不到400毫米 蒸发量却高达1400多毫米 而这可怜的400毫米的降雨 70%以上 集中于7 8 93个月的几场大雨 春夏期间没有水 小麦不是出不了苗 拔不了节 就是灌不了江 收成很低很低 这里绝大多数地区 没有地下水 不可能打井取水 除了雨季以外 河流大多数是干河的 只有陶河是个例外 但除临陶县和民县以外 其他县不能受陶河之会 这样 笼中和笼东地区 大部分地区 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 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 恶劣自然环境 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 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 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 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 供全年之用 所谓水窖 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 坑底和四周 用红土夯时防渗漏 下雨时存五到十立方的水 再在窖口盖上盖子 过去 在这里看一个家庭 是不是殷实 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 而是看存了多少水 甘肃中部东部是黄土高原 土层很厚 只要有水 这里一定是富饶之地 据民县制1995年版介绍 陶河是黄河的一级之流 在其上游的民县 平均流量120立方米每秒 实测最大流量1500立方米每秒 T等于5% 2000年下 我到临陶采访 在县城旁边的河段 只见青流滚滚 目睹了大西北少有的丰沛的水量 在大跃进的年代 中共甘肃省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把陶河引上黄土高原 1958年2月11日 在中共甘肃省委242届会上 正式决定了引陶水上董制园的计划 这个计划所划定的灌溉范围 东西长320公里 南北宽200公里 灌溉耕地1500万亩 其工程的初步规划为 总干渠银水150立方米每秒 由海拔2250米的民县古城水库骑驶 经林陶 魏远等县 到达海拔1400米的青阳县董制园 全长1150公里 总干渠水面宽40米 渠底宽16米 水深6米 50吨到100吨的船 可以自由航行 被称为山上的运河 另有干渠15条 总长3500公里 引水工程还包括两座水库 估算土石方21立方米 浆气石和混凝土 约273万立方米 还可以利用落差 建几十座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34万千瓦 当时设想 这项饮水工程建成后 20多个县面貌大变 旱地变水田 山顶到花香 泥麦堆满仓 绿荫变山岭 牛羊成大群 鱼鸭满池塘 电站林立 电灯齐鸣 鸡声哑哑 汽笛鸣鸣 传之如梭 引陶工程于1958年6月12日 正式开工 先后动员定息 添水 平梁三个专区 近20个县的干部和民工 参加修建 职工达3000多人 民工10万多人 施工高峰 实达16万人 计划四年半完成 平均日投入劳动力 1958年10.6万人 1959年11.2万人 1960年8万人 截至1960年底 两年半投入直接供6000万个工作日 这个工程倡导者宣传的前景鼓舞人心 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关注 1958年9月 全国第三次水土保持工作会议的447位代表参观了这一工程 国家水土保持办公室主任屈建和代表们给予整个工程很高的评价 动工以后 全国20个省自治区的650名代表到工地参观 1958年秋季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特地到工地视察 他说这个工程不但有全国意义 而且有世界意义 引陶上山显示出我们不仅是社会的主人 而且是自然的主人 这里最重要一条是敢想干 这一点甘肃跑在前面了 这是共产主义风格 它是我们看到了共产主义前景 在汇川指挥部的山崖上 刻着朱德委员长的1958年10月9日的题词 引陶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从开工之日起 引陶工程一直是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进行的 工程指挥部认为 右倾机会主义一遇机会就要兴风作浪 向党进攻 千方百计地企图迫使工程下马 迫使引陶工程失败 在大批判的高潮中 谁发表对工程不同意见 谁就可能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么巨大复杂的工程 却采取三边和三分段的做法 即边勘测 边设计 边施工和分段测量 分段设计 分段施工 后来又加了一边 边修改 按最初设计方案 总干渠上53座碎洞 总长64公里 后取消全部碎洞 总干渠一律改为名渠 对越不过去的崖头或身披而过或长距离绕开 身披之时 最深的竟达219米 最大的一处开挖土方竟达2300万立方米 数千民工站在崖头干了几个月 还看不出个眉目 事已至此 只好放弃身披 部分采取碎洞 古城水库设计容量为3亿多立方米 坝高42米 是引陶上山的枢柳工程 1958年5月第一次土法截流 发生绝口而失败 7月初第二次截流初步成功 8月中旬 陶河上游骤降暴雨 河水冲下来的木材 麦草堵塞了倒流渠 大坝有被冲回的危险 2万名民工的生命也受到威胁 只好绝口排红 绝口排红就民工被定为破坏事件 这件事的决策者受到惩罚 10月21日 大雪纷飞 天寒地冻 数万民工又掀起第三次截流 工程上马不到两年 难以为继 甘肃省召开第三次党代会 张仲良在会上提出引逃工程 是我省英雄人民的伟大创举 是大跃进的产物 只准办好 不准办坏 只准加快 不准拖延 但是客观事物并不迎合张仲良的主观愿望 经过两年半的艰难施工 到1960年底 已无法进行下去 1960年12月 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 改组了甘肃省委 张仲良下台 新的省委决定 引逃工程1961年6月全线停工 引逃工程局在总结与检查中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 工作量大 工期长 原规划中对引逃效益估计偏高 工作量估计偏小 按偏小的工作量计算 也需12亿个工作日 二 技术问题没有过关 如高边起坡稳定问题 滑坡问题 坡基地区的防渗 防破坏问题 黄土的防渗和湿线问题等 都没有解决 1961年8月17日至22日 水电部在张涵英部长主持下 就引逃工程开了一个座谈会 认为这一工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 有很多目前我们尚不能克服的困难 1962年3月8日 甘肃省委决定 引逃工程正式下马 引逃工程动用了大量劳动力 影响了农业生产 还消耗了大量的粮食 例如在1958至1959年 甘肃省粮食收支计划中 全省争购粮食44,000万斤 销售粮食13,390万斤 而引逃及大通合工程 就用粮7,500万斤 占争购粮食总量的17% 占销售粮食总量的56% 其中主要用于引逃工程 后来官方资料披露 引逃工程三年耗费6,000万元 国家投资1.6亿元 完成土石方1.6亿立方米 仅占计划量的8% 一亩地也没有交上 以施工部分 有的当年就被山洪冲毁 所谓投资1.6亿元 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在那的大瓜共产风 随一条的年月 无偿占用了农民多少财富和劳动 是一个远大于1.6亿的数字 有人说引逃工程是急火火的上马 血淋淋的下马 所谓血淋淋的下马 主要是指死人之事 工程拖到后期 已陷入了全国的困难时期 工地上饿死无数 工伤死亡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除了引逃工程以外 还安排了其他水利工程 就是到了1960年元月 省委布置修建容量 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 209座 1960年完成了191座 动员劳动力最多的时候 达到270万人 作为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成功的水利工程 我的老家湖北省西水县的东西干渠 是1958年大约近时开工的 60年代建成后 到八九十年代还受益 最有名的是 河南临县1960年2月开始建设的 红旗渠于1969年建成 至今还被人们当作愤发图强的典范 为什么引逃工程留下骂名 而红旗渠今天还被人歌颂 简单的已成败论英雄 是不能解释的 平心而论 在大跃进的荒唐背后 有些事情也体现了老百姓的心愿 问题在于不断专行的决策机制 和强制性的执行手段 这种决策机制必然造成决策失误 强制手段必然造成对老百姓的剥夺 这种决策机制和执行手段 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 5.全省土变大饥荒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 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亿斤 后来落实到185亿斤 最后说是完成了110亿斤 实际不到80亿斤 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亿斤的大计划 结果离计划更远 比1958年还少 实际产量不高 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 在1958年 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 由缺粮省到渔粮省的好名声 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 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 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 口粮 粽子 饲料都没有了 表2-1 1957-1961年 甘肃粮食情况 1957年 原粮是74.5亿斤 贸易粮是64.78亿斤 征购是16.91亿斤 销售是13.08亿斤 净拥有是60.95亿斤 总人口是1255.06万 人均净拥有是485.63斤 1958年 原粮是76.6亿斤 贸易粮是66.61亿斤 征购是22.2亿斤 销售是20.38亿斤 净拥有是64.79亿斤 总人口是1281.48亿斤 人均净拥有是505.51斤 1959年 原粮是64.9亿斤 贸易粮是56.43亿斤 征购是25.09亿斤 销售是19.27亿斤 净拥有是50.61亿斤 总人口是1293.12万 人均净拥有是391.46斤 1960年 原粮是41.39亿斤 贸易粮是35.99亿斤 征购是12.34亿斤 销售是17.94亿斤 净拥有是41.59亿斤 总人口是1244.04万 人均净拥有是334.31斤 1961年 原粮是45亿斤 贸易粮是39.13亿斤 征购是9.65亿斤 销售是10.75亿斤 净拥有是40.23亿斤 总人口是1,210.82万 人均净拥有是332.2斤 资料来源产量 征购 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 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 甘肃分测 说明产量为生产年度 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 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 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 包括工业用粮 饲料 种子 城乡居民的口粮 有酒店的感受 有酒店的感受 顶部感觉 合作会讨厌 是4,516人口粮食 汁 的有酒店是6,516亿 有酒店的感受 都可以 也不免得 有酒店的感受 有酒店的感受 会讨厌